那么在此地,咱们不论了什么原教别教 总而言之,你一到关系地了,你就决定超越十八戒了 在原教里面讲,超越十八戒是原教初度菩萨 初度菩萨,等于别教的初地菩萨 所以即使是别教初地也超越十八戒了,已经正得一整法戒 正得一整法戒才叫做相应 在十法戒里面不相应,一整法戒才相应 一整法戒的人,用真心了,不用妄心了 齐心动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 他不会其他的念头 所以念念都与这十个字相应 初地菩萨 关系地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哦,看到这个经文 赶紧请一尊地藏菩萨像在家里供养 早晚看起眼,拜远拜,你就以为经常讲的这个殊胜利益你统统都得到了 你这么想法,三世祝福的很冤枉 你把佛的意思全解错了 要真做到 要真做到 心相应 以英语就相应 所以有很多发心讲经的同修 来问我,这经要怎么讲的好 没有别的,相信你讲好 你要不相应,你怎么能讲的好呢 不相应呢,这个经上讲的全是别人的 我们要想讲别人的意思,这个事情太难了 不好讲啊 讲自己的意思,那就很好讲了 一点困难都没有了 那么这也是向导大使在《观经诸解》里面所讲的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只要你的心真诚,就像你 成这灵嘛 成就能干 度佛菩萨就有因 佛菩萨加持啊 你心地不真诚 佛菩萨就加持不上 真诚心,就得佛菩萨加持 这个功莫金也 这个金是大 你的功德就大了 太大太大了 佛菩萨也 佛菩萨是不可称量啊 这个佛菩萨不可称量,无量无品啊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刚刚好讲到此地是一个段落 底下的有两行 其实没有一行半 一行半呢 这是青年法子作祝的缘由 下面呢 这个才是轮贯的正文 五重全意 那么这次也很难得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虽然冷贯的正文没有讲到 前面这几段意思非常之好 非常重要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对吧 好